看准时机警方大动作进到民宅内展开搜索 此间里头全是白花花的钞票 而另一头警方也缤纷多路 从轿车内搜出一整袋现金 原来检警查出有诈骗集团将不乏所得 会进名模同居人所从事的地下汇队公司 之后又把钱转进科技公司试图漂白 而主贤之一就是他 这些那个债务人出席的人并不多 那变成是好像一个记者会 去年10月艺人绷恰恰召开记者会 对外说明债务状况 其中全程陪在一旁的 就是他的大金主台商林炳文 不仅帮忙乔债 还替绷恰恰还清1.6亿元的债务 不过现在却传出涉及洗钱案 检警还查出林炳文的通讯软体 变成了洗钱工具 有教练集团利用买他们专属的币来洗钱 金流将近千万 对此林炳文公司也在4号下午出面澄清 自己也是受害者 是属于被害者的部分 而且在去年的7月份 我们也提出出送 林炳文出身卢州角头 绰号卢蛮 在台湾有百亿赌王称号 2008年还曾卷入米迪亚暴容队假囚案 被判刑两年 后来转往澳门发展 还上网红节目侃侃而谈 没想到这回又因涉及洗钱落网 与境外不法地下汇队业者合作 透过第三方支付等手段 从事洗钱等犯罪行为 而除了林炳文招待警方同时也查出 前率军男友涉嫌地下汇队 不过因为他人在美国 已经通知他道案说明 理清案情 谢谢新闻综合报道